欢迎收看中医出任务 大家都知道一年有四季 但是从中医的观点来看 一年有五季 多了一个季节长夏 长夏呢 他月末在农历的七月 接近夏季的尾声 明朝明医张锦月有说 长夏硬皮而变化 明末医家汪启时也说 长夏防湿 因此长夏的养生 就在于健脾与趋湿 节目的最一开始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如何利用健脾养生功法 来调养长夏时节的健康 长夏呢 因为湿气很重 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身体很沉重 或是非常容易感到疲惫 我们也很容易会有一些 像是身体起疹子 拉肚子 或是我们的舌胎 变得厚腻的表现 这时候要避免湿气 除了要注意饮食之外 也记得要多喝水 能够帮忙我们身体做代谢 如果长时间窝在房间里面懒洋洋的不动 反而会让我们觉得更疲倦 这个时候不妨跟我一起来做健脾的养生操 等一下呢 我就要带大家去找我们的武术高手 庄丰元老师 请他教我们几招工法 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内的湿气 老师您好 我又来找您了 李师您好 好久不见了 对啊 老师我最近有一些问题 想要跟您做请教 就是因为最近湿气很重 所以我们都觉得身体就是沉重 没有力气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症状 然后保养我们的脾胃 我在练的义筋洗髓工里面 有两室 就是一室叫做直阳明 胃义筋经工法 长脱天门室 另外一室就是直太阴 脾义筋经经工法 灾心患等室 这两室因为脾与味是互相表里 这两室对脾胃有绝对的帮助 那我们就请老师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可以在尝下保养脾胃的工法吧 那我就请两位教练 示范教学给大家学习好不好 这样真的太棒了 那老师我们就在旁边来 我们来讨论讨论 来让他们示范一下 如阳明卫义筋经工法 这室叫长脱天门室 这室的功效是 可以改善消化系统及五官的疾病 起室 两手上提 慢慢吸气 下沉 母指相对 八指下垂 有脚的第二三四指推上来 把体重慢慢地推上来 吸气 下巴翻掌 踮脚还在吸气 闭气 握前 慢慢地呼吸气 下沉 呼气 母指相对 八指下垂 推上来 慢慢吸气 下巴翻掌 再吸气 吐气 握前 收 直太阴皮 易筋经工法 栽心犯德式 可以改善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 以及消除体内的湿气 两腿下沉 当步 转当步 呼气 这个当步跟弓箭步不一样 当步是脚指不动 弓箭步是脚要动 松左胯 乘马步 吸 转 左当步 吐气 左当步就是走弓箭步 但是脚尖不能动 这是养生工法专用 比较常用的 松右胯 劳工事的相对 乘马步 大腿往内收 吸 转 呼气 松左胯 乘马步 劳工事的相对 吸 大腿往内收 吸 转 左当步 吐气 收 两腿下沉 肩掌吸 把气吐掉 收腿 纳气 经理 刚刚我们练的这两次 可以训练到我们中医的脾筋 还有胃筋 而改善脾胃功能 就可以带些身体里面的水分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庄丰严老师 教导我们这两招 那带肠下这个湿气很重的时节 也欢迎大家多多练习哦 夏天常常因为燥热 而且食欲不振 或是因为食物的保存 处理不当 导致脾胃不适 这时候就应该要吃一些 健脾趋湿 开胃形器的食材 来保养脾胃 因此有哪些料理适合夏天吃 又可以轻松自己做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新慧要教我们用紫苏来做一道料理 紫苏汤是因为新温 具有散寒解表 开胃形器的效果 所以最适合夏天 吃不下肚子胀胀的时候食用 那这道料理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紫苏 那我们要使用三片 还有呢紫苏梅汁 还有砂糖啊水 跟我们的柠檬汁 还有蜂蜜跟番茄 好那我们就把小番茄呢 放入滚水中 注意啊不要煮破咯 那外皮有一点脱落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在冰水里面 那冰水里面呢 再把它脱皮 那脱皮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腌漬罐里面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是酱汁的部分啦 那酱汁呢 就把所有的材料调匀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倒入我们的腌漬罐 最后呢再放上三片的紫苏叶 那紫苏叶呢 你把它撕开揉一揉 在手里面揉一揉 其实它味道就很香了 那很香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加入腌漬罐里面 这样子呢 冷藏大概一到两天 就可以食用咯 这有我前几天做过的 你可以试看看 好吗 嗯 吃起来酸酸甜甜 而且紫苏的味道很开胃 对啊 很好吃吧 长下食 趋湿健脾是最重要的事 利用食疗则是最简便的方法 而由茯苓 芡食 莲子及山药 煮成的四神汤 再加上一仁就有不错的效果 就是说这个茯苓 杏味比较淡 我们人体味湿气是脾胃不好 所以这个茯苓它是有收湿利尿的作用 一般利尿药没有补益 但是茯苓是利尿又补益 再来这是莲子 它也是一样 谱皮胃 要收射 夏天所消耗的这个元气 它能够让我们收射回来 再来这是芡食 它是跟莲子一样是碎莲科的植物 也是产量很大 营养价值很高 有收射我们这个精气 这个可以补充提高 而且它营养丰富 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山药 这个山药我们要购买的时候 要买这个天然的 不要用加工的 有一种橡膚笔 那是加工的 这个山药它也是一样 补脾胃 再来就是这个特别要讲这个艺人 艺人不在四神之内 为什么要加这个艺人呢 因为艺人它有加强它的功效的作用 这些把它煮来 吃对我们现在夏天的这个属下 轻热力丝有很大的作用 用差不多2000cc的水去煮 你要加什么食材都可以 四神汤可药可食 但仍需适量 建议一周两三次即可 此外中医认为皮煮丝 因此在肠下里保持愉快的心情 不要思虑过度 也是健脾养生的小秘诀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荷叶粥 那怎么做呢 好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材料 那这边要先准备100克的白米 好 那我们还要准备一大片的荷叶 那荷叶呢 很大片 所以我们检查跟锅子差不多的大小 那最后还要再准备一些砂糖 那也可以准备冰糖 那就是适量依照个人的口味下去加 那在这边我已经先帮粥 帮大家煮好了 我们要把它转成小火 然后再把荷叶放进去粥里面 然后盖上锅盖 好 那现在差不多焖15分钟 我们先把火关掉 然后把荷叶捞起来 那我们最后加入一些砂糖或是冰糖 石榴本草里面有提到荷叶可以清热解暑 煮至鼠湿凡渴 可见它是很适合夏季的养生食材 而且荷叶粥煮好之后有清香的味道 而且微微甘甜 所以它除了可以清热解暑之外 还可以保养我们的脾胃 是很适合夏季养生的食物 对啊 那现在研究指出 荷叶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那还有多种的生物碱 那生物碱呢 对于减低脂肪 还有心血管系统都有不错的帮助 所以对于有想要减重 或是有慢性病的朋友 那都可以来试试看这道料理 很清香 很清甜耶 它真的 味道真的好甜喔 可是又不会腻 很好吃耶 炎炎夏日 很多人喜欢拿一罐冰冰凉凉的汽水 或是可热猛罐 瞬间透心凉 或是吃一大碗刹冰来消消暑气 但是很常这个时候 本来的暑气没有消 却产生了胃肠胀气的困扰 现在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看看 有哪些中医的养生方法 来协助金曲歌后曾欣梅 解决她胃肠胀气的困扰 随管打扮 头门欢北 跪花秋荣的缴魂 永远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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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谢谢欣梅姐 谢谢 好可怕 清唱 非常幸福 就是只有我可以听到现场 谢谢 谢谢 从刚刚一路下来跟欣梅姐聊天 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 然后想要不断尝试突破 然后所以会给自己压力的人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想要给自己一些任务吧 然后也想去突破自己一些 就是个性上的一些返离 所以我就会比较要求自己 所以肠胃都会比较不好 那刚刚提到说 可以促进肠乳中的穴位在我们的手肘 好 手肘 手肘就是在我们的肘横纹 那末梢这个地方是屈尺 然后我们的四指幅下来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手三粒 按下去 是不是酸酸的 对 这个是大肠筋的穴位 我发现真的要别人按 比较酸 自己按都会手下流气 自己按都会手下流气 对 这一根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颌骨穴 是 那颌骨穴就是在我们的第二指的 中间的一半 这边 对 然后我们压的时候 尽量往自己小指的地方这样压 我在隔气了 你在隔气了 对 有觉得肠子开始入洞了 往这个地方压 往这边 会比较酸 这边更酸 这个穴位的感觉很明显 这个颌骨穴 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那有的人会说 我们感冒的时候压这个颌骨穴 也很好 对 也可以受用 但是我们胃肠胀 尤其是它是大肠筋的 这个颌穴 所以压下去呢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乳洞 太好了 左右两边都可以按一按 好酸 这边很酸 对 因为以前我的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 那小时候还有就是胃 就是胃有去开刀过 对 然后一直到长大 就是唱歌啊 然后生活都压力比较大 肠胃的状况又时好时坏嘛 所以我会 比如说吃一些中药啊 来调养 一定很多人就是跟新梅姐一样可能会有肠胃方面的问题 中医师这边呢 也要跟新梅姐还有观众朋友分享一些 简单的茶饮 养生茶饮 或是很简单的一些食材煮的中英养生汤品 来缓解我们肠胃道的不适 以中医理论来看 胀气与消化不良 常见肝气范胃 素食停滞 脾须胃寒 寒湿内聚 湿热韵节等五类情况 因此 以消质健胃的茶饮及汤品 可舒缓胃肠的不适 如果因为吃太多产气食物或胃肠不适而产生的胃肠脏气 可以饮用这款橙皮紫苏茶来当作养生保健的茶饮 橙皮紫苏茶准备的材料有 橙皮2000 紫苏2000 厚浦1000 麦芽2000 另外我们准备800-1000cc的热开水 将这些药材洗净之后倒入锅中 那这时候我们转大火 带所有药材都煮沸之后 我们盖上锅盖 再转成小火焖煮10到15分钟 放凉之后就可以饮用了 我们的橙皮紫苏茶煮好了 新梅姐可以趁热喝喝看 这还蛮香的 看起来感觉怎么样 它是完全就是那个 就是有紫苏的味道 然后有那个溢液酸酸的那个感觉 它蛮顺喉的 蛮顺喉的 那它里面就是用的材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主要以橙皮紫苏为主 那它还加了一点麦芽跟厚苦 那这四味中药呢 都是我们很常就是用来对肠胃不适 然后帮助消化 对啊 那所以很适合我们有时候吃完饭 不小心吃太油腻 那喝这个茶就像一开始 新梅姐觉得好像会有点色色的 它其实就跟我们常常解腻啊 或去油脂的一些药材的功效系一样 就是说 因为有减肥的效果 对 因为有减肥的效果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促进肠蠕动 它甚至有一些消食肌 帮助排便 对 超级需要的好吗 就是胃肠胀气啊 或是觉得不太顺 或是吃太油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堵堵的 好像都消化不下去的时候 就很适合把它当作茶饮来饭后饮用 在前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提到一位药材 橙皮 橙皮呢 它在晒干之前 其实就是橘子皮 而它的性味 心苦温 归肺脾筋 功能是形替健脾 驱痰造湿 除了运用在肠下保养脾胃的症状之外 最近大家很关心的肺部问题 它也有止咳化痰的功效 现在我们就跟着 中医师王嘉涵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橙皮的种植与应用吧 我这个要采收橘子要做橙皮 就是采收完马上就要拿去做橙皮吗 对 像它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一起帮我 好 那我今天就当一天采菊农妇 一般我们采收的时候 像它这样 我会挑这样子比较熟的 那它这个部分 一般我们会分 我采收我会分两种 像我们要做泡茶 我这个就会让它熟程度高一点 这个要做橙皮的橘子 跟一般的橘子有什么不一样 在它开花的时候 我们会大量给它水分 那等它开始果粒出来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定局 就是大小差不多OK的时候 我们就不给它水分 那不给它水分的时候 它在植株的工序上面 它会先养皮 再养肉 所以当它吸那个水分 通通集中在这个果皮的时候 它水分不足的时候 其实果肉的水分 它就必须要缓胜回去给果皮 我听说广东新卉那边 它们制作橙皮的这些橘子 其实它们也是不吃果肉的 它需要把养分集中在果皮上面 所以它真的会很酸吗 它真的会很酸吗 你可以试看看 我有点紧张 我怕它真的很酸 其实也还好啦 有一点酸 你知道它为什么酸吗 因为它在那个 就是像一般 一般它们采收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要收那个果实 它的那个养分是集中在果肉 所以它的果皮一般其实是不使用 所以我们是希望它的养分都停留在它的果皮上面 对 那我们剪这样应该够 那我们先进去做橙皮吧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 这个绿色这个 这就一般它们讲的青都 然后这个全黄的这个啊 这个就大红皮 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很多人它都是从下面这边挖 其实这样子它的那个养分啊 其实它都被它破坏掉 我们第一个就是先从这个果皮 这个地方 它没有一定切三片或四片 就是看橘子大小 然后这样子 来我们就裹肉分离 那通常会挑起来做橙皮的 其实果皮这个地方 其实有比较厚一点 橙皮它一定要晒过 因为我们橘子上面它有精油的成分 其实刚才提到橙皮跟青皮的差别啊 其实在中医的应用上 其实它们的方向 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 青皮是属于比较菌猛的药物 对 它主要作用在于疏干啊破气 可是如果是橙皮 它相对就比较温和 对 它可以在做在 作用在健皮造势方面 好那这样子 我们这个应该够了 那我们把这个皮啊 我们把它拿去晒一晒 做橙皮 可不只是把橘子皮干燥而已 陈姐请教老中医 在自警钻研尝试过无数次后 研究出来 先风干一天再晒五到七天 就能保存起来了 一般啦 因为台湾它是比较属于那一种 海岛型气候 所以第一天 我们就是会让它做风干暖化 不让太阳直接晒 因为你太阳晒得太快的时候 它太容易干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 油脂分泌缓除的时候 其实还来不及它就干了 那第二天第三天 其实它 我们晒一天以后 它这个软了以后啊 其实我们就是会 把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被 通通把它折 它这个水狼层 我们换第二 三次 三天我们就是晒这样子 很多人都以为说 橘子皮它晒一晒啊 它就是橙皮了 不是 第一年 第二年 其实它就是橘皮跟老橘皮 然后要到三年 经过它三年风化以后 它才会是橙皮 我们刚才去种橘子的农家 了解了一下橙皮的制作过程 那现在可以麻烦你 跟我们分享一下橙皮的应用吗 好啊 来 佳琪师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橙皮是你早上 刚刚去农家那边拿回来的吗 对啊 你看它的橙皮颜色是不是很深 通常我们在用入药的橙皮 大概是三年后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橙皮颜色 你来闻闻它的味道 是不是有一股很清香的 一种橘子香味 那我们在入药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辨别它的好坏 首先拿起来闻 它有一股很清香的橘子味 然后接着你闻 它是不是没有那种 所谓的人家发霉的草扑味 这个橙皮就是我们在入药 我们就是以这个为选择 那有没有什么橙皮的应用 可以让大家来使用 然后可以改善一下 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呢 当然有啦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了桌面这边 有一个肖杖器 然后来帮助大家 可以解油腻的一个肖杖茶饮 然后我们把药材放进去 大火煮滚 转成小火之后 煮10到15分钟 依个人的喜好 我们就可以来加一点冰糖调味 现在煮好了 我们就喝喝看吧 嗯 这样也是好香喔 这个茶真的是酸酸的 那又有点回甘的感觉 刚刚看了橙皮的影片 相信观众朋友有些人想要在家里 自行制作橙皮 这边要提醒大家 有些橘子皮可能有农药残留 或是保鲜剂的问题 即便经过日晒和清洗 都未必能完全去除 因此在确认橘子皮的安全性之前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自行制作橙皮 此外 橙皮虽然能够健皮造湿 理气化痰 但是如果体质是属于气虚 阴虚 属于有食货的人 就比较不适合使用 建议大家还是经由中医师 确认过体质 再来使用比较恰当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肠下养皮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医出任务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